主持人小吉恩 那活動開始期 先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2022日的十月 地點在三部創 相信想要說 應該有一些媒體朋友們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說什麼 沒錯 我們在內天舉辦了一場 Gloss Gym新起點進行會 我們邀請了我們的大家長來 分享並做了開幕的致死一世 同時發動了我們全新的 手次亮點不限於女友平台識別 並且帶人們機 手次亮相到大眾的識別 而今天 經過了兩年多來的時間 我們想透過這場記者會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所累積的 種種的準備 那現在活動正式開始 讓我們以最最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李英生 李總經理上台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那支捷的展示間 今天是7月1號 下半年的第一天 同時呢 也是我們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那支捷人期 受到大家關注的 將近有七八個月的時間 呃我想花一點時間呢 跟大家稍微 呃 講一下 我們過去這幾個月來的一個 整個狀況 我沒有聽得懂嗎 那支捷人期啦 大概是在2022年的時候 開始 來 成立 會員 的一個形式 齁 廣納所有的會員 所以在2022年 大概在一周以內齁 我想各位如果記憶有心話 大概就超過了 超過了差不多兩萬的相會 在那個時間點裡 祝福大家過了幾天齁 就停止招收會員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但關鍵是在 去年的10月 我想在 相信在座各位媒體朋友們 都來參加我們在 呃圓頂 呃 劇場的那邊的一個 記者會 在那個時候 我們公布了售價 同時開始正式的接單 我們用線上接單的方式 一樣 在那段短短的時間之內 借了超過八千張的訂單 我相信多一多人還記得 啊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看 在今年3月下旬 開始陸續交車 4月5月6月 我們連續三個月的交車 都超過一千台以上 這也是目前的一個成績 呃 我們著重在客戶的服務 我們沒有強求要去充多大的量 但最重要的是客戶的體驗 這是我們納支節 賦予自己最高的實力 所以我們希望N7 能夠帶給所有油車的朋友 要轉電動車的時候 最滿意的一個體驗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第一步的一個目的 那麼另外在上個月開始呢 我們也陸續開始做第二波的招募會員 叫做尊榮會員 就是有交一千塊的 那招了多少呢 三千組以上 到五月底到昨天為止 總共招了超過五千位 我們就說 這五千位會員呢 基本上當然就是我們未來前在的客戶 他們需要試乘 需要體驗 再來做決定 是不是買我們的車子 所以我們就用一步一步的方式 讓客戶從靜態到動態 到體驗到我們的純電生活圈 如何去充電 如何用OTA 所以這些所有的功能 都了解以後 再來決定 是不是要把手上的油脂換掉 來買我們的電動車 所以呢 剛剛所講的 從去年 從前年 我們有兩萬五千的會員 到現在 六個月份 我們就招了第二波的會員 所以總共呢 招了三萬的會員 好 這是目前為止 掌聲鼓勵 歡迎所有的朋友們 對電動車有興趣的 或不了解 你都可以來到納指間 暫時間 來瞭解 到底電動車 可以帶來你生活上 行的部分 有什麼不一樣的體驗 當然 有這樣的成果 我最要感謝的就是 我們大家長 嚴陳執行長 唯有他 才能夠支持納指間 走到現在 另外還有 我們的左斗市場 所以呢 謝謝我們這兩位長官 讓我們的納指節 能夠進一步的 帶動我們台灣的 唯一 乘用車 自主品牌 繼續往下走 謝謝 所有的媒體媒友們 給我們的指教 也謝謝 我們所有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將近四千位車主 給我們的支持 謝謝他們 這些車主非常的可愛 因為我們有個活動 叫做拜金會員 他給你的邀請碼 推薦 推薦客戶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們在六月份 所收到的訂單 有百分之三十 都是車主所推薦的 他們用了第一波 感覺不錯 才推薦給他的朋友們 所以呢 我們這一波所收到的訂單 有將近百分之三十 都是來進行邀請碼 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給車主是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不是單純的電動車 我們給車主的 OTA零端更新 在我們上市以後 三月下旬 到現在為止 只有兩波OTA的 車主的功能的 強化的更新 第二 充電整合 隨差其充 我們現在已經合作為 有四家 國內最大的快速業者 只要到達我們的 充電裝置業者的 這個充電站 他只要拿起充電槍 馬上就是隨差其充 完全不用手忙 再來就是中文化 戀愛的民主力 跟我們在內的即時收入 讓我們能夠 有機會提供給我們台灣消費者 從油轉電 最好的一個體驗 這是我們 所給車主的一個承諾 當然剛剛所提到 我們在六月份 有接了這麼多訂單 在之前也交了 將近四千台的車主 我今天特別找了一位 我們的超級車主 他不是買一台 他買了兩台 他不是買了兩台 他準備開了我們 去參加拉力賽 我們就來歡迎一下 陳和華吧 謝謝謝謝 謝謝 很高興各位美女朋友 再次跟大家見面 那其實 不要叫我什麼車神 像小姨講的 放著平躺 你值得道路不開 專挑爛路開的神經病 那 其實小姨真的是車主 我在去年 一開始可以上了賣的時候 我就定了 太太也定了 然後我小姨也定了 其實我不是還有一台車 別降 其實是不死她的 不好意思降 然後 其實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 小弟會想來用 小弟騎天動力是什麼 因為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 對小弟有點了解 你知道 小弟以前看過那邊 火鍋的事 我相信 這些場景 這個比賽 其實大家看到的是 全世界最大的越大比賽 他叫做 打卡越大力 他叫做世界隊的 那小弟參加過六次 那 我必須講 其實 我已經超過六十歲了 人家是耳順自戀 我是耳背自戀 所以 我一直常在想 其實 台灣 其實現在對我來講 我覺得 當然這些贊助的朋友除外 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我覺得 我都已經活到這種年紀 對不起 又不用臉長的 長輩 對不起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應該 可以為台灣做一點什麼 而且 我個人覺得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全世界 找不到比一個台灣更好的地方 更有風 就是風俗 民情 人心 各方面 找不到比一個台灣更好的國家 那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我想要來挑戰 這個亞洲拉伊賽 那其實亞洲拉伊賽 包含我們現在的總經理 Jeff 他就是當年的Escape 的 像我們的左上角 這是當年 我是用Escape去跑 打卡拉伊 那是近乎全原廠 近乎原廠的車子 那當時大家也說 不可能的時候 你可以看我的前檔都破了 而且 這個車 其實再給大家一個提示 其實這個車很難用 那個車很難用 其實我受傷都還有很多這樣的車 那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亞洲拉伊賽 它其實是個很困難的比賽 那小弟參加過20次了 所以我很清楚 這個亞洲拉伊賽 它的難度在哪裡 它的溫度很高 然後像今年我們要參加的話 它有2400公里 所有人都說 不要去用這種 車來跑比賽 不可能有事情 而且兩三而已 不可能 那 所有人都教我冷水 真的 從來沒有一家 而且甚至我們去找 所有人配件的時候 從A洗到機 每一家廠商都說 還是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你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是去跑 這個樣的比賽 我講 國內的廠商 國外的廠商 所以這也是我們相當困擾 那這裡面 我們的右上角這一位 我們在這邊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他也是我的隊友 那 其實 他也是我們騎的車子 那 我很抱歉 我們可以講 因為小弟就不懂了 煙酒煙酒 小弟不懂煙酒煙酒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人提前來講 所以我們就只能用一部車去考比賽 他其實他一直想 他每次都跟我練 他也想要用這部車去考比賽 但如果高科達都沒關係 我們先去試試看 因為習慣什麼習慣的齁 你先不要來 所以 我是希望他還將來有機會 他就可以用這部車來考比賽 那為什麼我敢用這部車考比賽 我想我必須讓大家看一些東西 這個車 其實這是我們講所謂的固定 我必須跟各位媒體老公 各位媒體報告 我覺得 紅花 納字節 他們是慈善事業 大家都知道 電車賣了以後 其實後面的 service 一直賺不回來 也沒有什麼保養維修可以賺 然後這個車賣的這麼便宜 我為什麼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在改比賽的過程 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這部車會是我們的備車 所以各位拍這一部車 它就是一個全圓廠 幾乎是全圓廠 我們只是把輪路剛把保桿切掉 然後它是一個全圓廠 所以待會我可以來看這輛車 那我們在改造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上面這一個 對不起 這是我們所謂的固定 就是我們車子的 其實它也是屬於兩樣的一部份 因為這是摸 這是鎖 這不是一個獨立大量的車 所以當我們把它切開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要切開 要補防溫容 但是我們切開以後 它除了有六七層的板件之外 在這一張圖裡面你可以看 它還有一個驢脊性的 一直很長的 從頭到 它就是提供了側面的軟鋪 它收衣面積就會變很大 除了六七層的板件之外 就是縱向的 它裡面還包了這一支 所以很難看到的車子是這樣 其實我當時會傻眼 五彩缸 切的半紙就裡面 竟然做得這麼強 然後 這是重量 這是在儀錶板下面 這個點都是 你可以看它又重向的這個量 對 那橫向的 這一個是在A鏡的前方 這一張 它是整個在車頭這樣環繞過去 一直衡量 這一支 那這是它的那一側 它藏在裡面 就是衡量 就是它內外 夾了這麼大的一支量 待會各位都可以來拍 這個東西都在這裡 這是在座位底下 大家都會講 有啊 現在很多車都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跟大家講 它做的車很足 然後這是我們切的過程 這是 這是從後往前拍 剛剛那兩張是 應該是講二三 這是第四 這是第四 它在切裡面 它裡面正正補強到一個極點 我說真的 我都合理懷疑 紅花或是納茲捷的採購 是不是收很多紅包 為什麼加這麼多的料 這個是在後面的路面 裡面 內外還有主動量 我跟各位講 我沒有看過車這樣子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剛才提到escape 小弟手上的escape 3.0 含兩個人滿油 四輪傳動的車 全力磅一磅 一千六百公斤 這個車子 原車兩千公斤 然後你把電池 電池十百二十五公斤 你把它拿掉以後 這輛車沒有電池之後 它竟然還跟一輛 把電池扣標之後 它還跟一輛escape 3.0 四輪傳動 還有兩個人的中央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看它的車身結構 有多難用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改的過程中 而且escape後面是三連桿 拖一幣三連桿 這個是五連桿 其實就跟現在的 像我看到的BMW 奧迪這些歐洲車 它的懸掛設計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就像我講的 所以我推了很多坑 就是說 我只要有認識的人 他們要買車 我都會告訴他們 尤其有年紀 我都會說 尤其差不多六十歲 我都會講 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在買車 所以你要買新能源車 不論它的以後是新能源 或是鄰鐵 你穿鄰鐵這一些的 而且甚至 有很多很年輕的 就像 小女這種未婚的 單身的 我覺得他們在買這個車 他們會開起來更舒適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觀點 甚至其中這一位 他發我的時候 我跟他完全不認識 他來問我 他知道我有這個車 只有他來問我 我說你要是哪些門 自己去開 他說你試車試著小 試了四個小時 回來要上公開車 我都拍鞋子 自己上去 你不要來找 所以我是在這邊 告訴大家 真的 我說真的 這個車待會 如果會後大家有機會 有時間 我可以跟大家 一一介紹他的內部結構 我覺得這些東西 是在外面看不到的 所以我很希望是我們可以把 這份榮耀 這份觀眾 留在台灣 然後把我們的行業 推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龍鵝哥的正常分享 那在這邊我也要很用心的來宣布 月龍集團 那是其人以及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紅海集團跟紅華相近 我們將攜手支持龍鵝哥 並且作為I台灣Rally Team 最肯靠的後果 我們將提供包含零件 運輸 基礎顧問等必要的行助 那今天我們也準備了一份 來自台灣的祝福 要送給我們的 何鵝哥 那讓我們有請 總經理 還有何鵝哥再次上台 何鵝哥請 讓我們將這份祝福送給何鵝哥 那麻煩各位媒體朋友們 這個時候可以請到新的相機 來補操這個重要的時刻 幫我們看一下前面的攝影機 再幫我們視線左門移到左邊的攝影機 這邊看看 看看這裡的媒體朋友們 好 再麻煩幫我們看一下右邊的攝影機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們 可以用捕捉到畫面的 幫我們舉個手 好 那請幫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這邊 還有前面的後方 幫我們看一下這邊的媒體朋友們 他正在揮手這裡 那再幫我看上左方最左側這裡的媒體朋友喔 那還有沒有 那還有沒有媒體朋友在身上的拍到的呢 那再幫我蹲向右方的 右前方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為何方加油打擊 祝福他永活佳基 好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們可以拍到的呢 好的 好的 那謝謝大家 那我相信這份的祝福 來自台灣的祝福和黃燈已經收到了 好 那我們現場還有另外一個合照的環節 再麻煩總經理幫我們移植到車輛的右手邊 那這邊我們今天也有一位特別的將軍 也就是剛剛有提到我們N7的女車主 也要一起前往泰國進行拉力賽的這位 我們的陳依文小姐 加入我們一起來進行合照 那麻煩 桃桃哥我們可以前往泰國裡 對 好 好 那一樣先幫我們看上前方的攝影機 好的 再幫我們看上左方的攝影機 再幫我們看上右方的美景 對 好 有沒有哪位記者朋友還沒開到呢 麻煩幫我舉個手 那我們先往中間的前方 再看一下這邊的攝影機 那讓我們一起給個讚 一起給個讚 我們的是 讓我們為和黃加油打氣 台灣加油 祝福他們可以用左家機 還有沒有美景朋友沒有開到的呢 再幫我舉個手 好 再幫我們看右邊這邊 前面有一個請看金牌一進位子 那現場還沒有美景朋友還沒捕捉到幾個珍貴的畫面啊 這邊還有補邊的攝影機 這邊還有補邊的攝影機 幫我們再看一下 謝謝大家 好喔 那應該現場的美景朋友們都有拍攝到這個珍貴的畫面了 那就謝謝相信和黃已經收到我們來自台灣的祝福 謝謝 那來請和黃跟陸溫 請先回座稍作休息 總經理還請留步 聽說今天一個熱情的消息 我們要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總是一個記者會要有一個最多的兩秒 我們來看一看有什麼樣子 上禮拜呢 當時節剛剛擄獲 第21屆國家品牌 五三獎 掌聲鼓勵 謝謝 包含結束新約跟最佳產品類 我們一起已經這個 開始來 剛剛所提到的 開始擴展我們電動車的生態圈 所以那些人氣有的自詢 將來要出這樣一個表出來 好 當然 是 收不收 謝謝總經理再給我這個機會 我想插顆打滾一下 哇就是這麼大的殊榮 我們真的很謝謝就是我們能夠得到這個機會 那今天大家是不是也很想擁有這台車呢 也今天這次換你開恩機 那全部前面總經理所言 即使我們深知台灣的消費者 這樣子支持我們 才能有今天達到這樣子的旅程碑 那我們 那些持續朝向將新能源品牌的轉型 那以及就是近期政府所持續在推出 提倡著行錯靜靈永續生活的願景 這個願景之下 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方案 想要加速台灣 純變未來更加獨立的方法 來輕鬆經理幫我們揭曉這個好消息 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 我們希望能夠推動 靜靈攀牌 協助政府一起往前推進 大家一起來 所以納智捷的N7 五人純粹版 原來定價是109.9 我們從今天開始 只要有車主的白金邀請碼 就可以享受 到底是多少呢 99.9萬 掌聲鼓勵 我們再次推出9.9萬 希望所有能幹友們 一起來到我們納智捷財 時間 再次體驗我們N7的 優質的產品 沒錯 就是我們納智捷推出 這樣子的方案 也讓全台灣想要賣入 全店生活的消費者 可以輕鬆的 以百萬億的價格入主 那我相信今天總經理應該要帶來個好消息 不是這個吧 對 除了我們提供最新的一個價格之外 同時呢 為了能夠回饋我們所有消費者 來到我們展示間的一個便利性 目前我們全省大概有五個體驗中心 我們即將在今年年底之前 再加五個體驗中心 總共十個體驗中心 來回饋我們所有消費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是 會坐在的地方是新店 我們還有桃園台中台南跟高雄 陸續在第三跟第四季 會完成北投 新竹彰化嘉義 以及花蓮 同時 因為如此 我們要擴大精彩 歡迎所有有志一同的朋友 一起來加入我們大大自己的大家庭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謝謝總經理 謝謝老闆跟小 那這就是我們全新的大志節 那我們也很開心 今天大家一起拼臨這個活動 那今天大家一起見證這個新陵城 活動正式結束 謝謝大家